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今天呢要来聊 大家就知道平均地权条例已经讲阵子了嘛 然后他正式实施的 我们知道是在7月嘛 本周的25号呢 就有先行预告平均地权条例 他执法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 平均地权条例执法预告 专家预言房市将会产生两大变化 平均地权条例执法今天开始预告 草案中明定签约后发生六种重大事故 可申请换约 专家都分析政策将会带来两大变化 首先预售期会拉得更长 考验开发商的能力 另外是豪宅的市场会受到冲击 长期可能会导致豪宅买气量缩 那在1月3读修正通过的 平均地权条例部分条文 祭出五大重权遏止炒房 包括限制 暗约转售 重罚炒房行为 最高格储 新台币5000万元 申定检举奖金制度 执法人购买住宅改为许可制 且五年内不得转移 预售屋解约要申报登录 那内政部长在25号早上就举行记者会 说明平均地权条例配套执法的内容 新定的五部执法政策重点 包括 司法人买售住宅许可制 限制预售屋 新城屋 换约转售 建立检举奖金制度 专家指出 执法公告得申请或转让与转售 列出六大情形 包括 本人应非自愿离职 且于六个月未就业 本人或家庭成员 罹患重大伤病 本人或家庭成员的房屋 因灾害损毁 而不堪居住 须另行租屋 本人或家庭成员 发生意外事故 导致第三人重伤或死亡 买售人死亡 继承人无意保留 最后是 共同买售人间的 转售与浪语 根据以上 专家透过这个新闻稿指出 政策早就明朗化了 而且达到 嚇阻预售屋 投资与投机的行为 统计预售屋 每月实价揭露状况 2021年第四季 政策发酵前 每月预售揭露的金额 为1800亿元 但去年的下半年 到今年的二月 平均单月只剩下约850亿元 研判平均地权条例上路后 对于当前的房市 不会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但是政策上路后 专家指出 仍将为房市带来两大改变 就是我们一开始有提到的 预售屋市场 未来将会以自用为主 销售期会拉得更长 考验开发商对于产品规划 还有资金筹划的能力 第二点是 司法人购置住宅的限制 将冲击高端市场买气 短期可能会造成 一波潮宅 成交潮 但长期可能会导致 豪宅的买气量缩 那至于监局奖金的部分 应该还是以特阻为主 事实上 预售禁止换约转售 开发商就不会配合更名 也无法转让 研判比较有争议的是 监局炒作行为 但仍需观察未来政策 如何执行 司法人投入都更方面 平均定权条例执法修正 将都更围绕 与一般合见情形 独立列为免经许可项目 但中华民国不动产开发商 全联会理事长 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重申 根据执法在都更按 公开展览阶段 才能免经许可 但多数是行业者 在这个阶段 已经取得超过八成以上 住户的同意了 此时在谈购买整合 已经太迟了 也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效益 大家就表示 期盼政府让业者 跟经地区或单位内的 旧屋买卖时 不需要经过许可 以免妨碍都更整合 避免政策矛盾 反正呢 这一个就是发布了这个执法 等于是在正式上 入前的一个 再次的预言吧 感觉像是这样子 但是专家的想法是 因为平均定权条例出来的 已经造成明显市场降温 所以他认为 这个执法在这个阶段 去做一个预告 也不会再造成市场 太大的反应 之后真的 平均定权条例开始上入之后 这两大状况会发生 如果以专家的想法 我不能说全然认同 可能这样讲 有的人会生气 就是说 你平均定权条例 听到声音以后 房市就稍微冷却了 干嘛要阻止它实施 事实上之前也有一些专家讲说 其实在平均定权条例实施之前 房市已经降温了 所以房市在降温的这个部分 跟平均定权条例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也不是说保守 也不是说采取中庸的说法 但事实上我个人的感觉是 在平均定权条例实施之前 的确房市已经开始降温了 那个时候降温的是 整体经济环境的状况造成 包含升息战争通膨等等的因素 造成对于房市的景气 已经有在冷却的状况了 无预警的状况下 突然在今年年初又讲说 平均定权条例通过了 准备要去演你执法的部分 我觉得它是增加了 房市冷却的速度了 然后在年初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讲说 各都在跌了 可是新竹不会跌 但是在去年讲过说 新竹的状况会稍微慢一点点 不是不会 会比较慢 结果这一周的新闻 跟很多的报道就有讲说 那新竹的跌幅有开始出现 你说特定区域 可能它的价格松动不明显 但是统计数据是 以整个大的新竹来看 整体的影响事实上是有了 平均定权条例实施之后 我相信会让这冷却的速度 增加更明显一点点 等到大家对于平均定权条例状况 摸不清紧张熟悉 这个过程之中 已经习惯之后 慢慢我觉得这个买器 还是会回归到刚性需求 自助需求面 专家就讲说 这个东西可能比较不适合投资了 就变成是纯自助为主了 那我们就往以前看一下 很久以前没有那么风行 红单或是预售换约 这样炒作的状况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房子难道就不具备投资价值吗 所以一定是要他短线 他才具备投资价值吗 我觉得绝对不是 千万不要说到这个时候 就变成是房子只剩纯自助的价值了 可能还是会有投资 只是他的投资是直接拉的是长的 这是正常投资角度 而不之前短线炒作投机的角度 赶快进去你就想要lobby出来 那个有点像是在炒股票的感觉 正常的中长期投资 我觉得这个是在房地产可以做到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健康 正常的一个生态环境 我看这样子 目前这一次的执法 他有很多通融的状况 我觉得这些列出来都还算是合理 尤其是对于一般自助预售的部分 但是对于司法人的部分 的确有点像讲了等于没有讲一样 重点是你要先整合到七八成就有难度 那不过特别让人注意的一点 就是吹哨人检举的 他现在变成是你必须要实名制检举 没错 你不能在那边随便乱叫 那如果说你是随便的乱检举的话 你有可能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没错 因为有另外一则新闻就是 他说重罚炒房 不动的产就担心会有腐烂检举的这个情形 那因为房市炒作 哄抬套利 造成市场的秩序紊乱 房价飙高 引起了不小的民怨 所以这些修法中有重罚炒作 检举制度的这个东西 他还蛮受到关注的 不过不动产业者担忧 法案上路后 之后会不会形成腐烂检举的状况 对于这一点呢 内政部有指出 草案已经定有防止这种腐烂检举的机制了 因为包含检举人的实名制 他必须要提出违规案件的人事实地物 等完整的资料 如果有伪造市政的 将会移送检掉 避免随便乱检举的状况 刚刚讲到这个 不能随便乱检举 你不能虚假的去做攻击 这便不是一个你作为攻击的武器 商人的武器 我所谓商人是伤害人 但是呢 你要做到人事实地物 很多东西资料完整的话 我相信这些人 一定有某些程度专业知识 不然的话 你以一个 假设我今天是房市小白 我要去搜集这些资料 可能是有点难的 针对这个 他就必须要是一个检局奖金猎人 你懂吗 或是他其实是关系人 也就是说 他就是行内人士 业内人士 甚至他很有可能是公司内部的人士 你要把这些东西准备的很完整 当然你就是要有一定程度收证 收集这些什么是可能检举的时候 会成为确切证据的资料 这些能力 这样子的话 他就变成真的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你怎么知道你家的人 是不是有机会窝离房呢 尤其重点是 他的奖金呢 是罚款的30% 不适合上限 他有可能更高 但是他以总金额1000万为上限 好1000万会不会想要流口水 会 如果说假设我是个建设公司老板 不然我有个员工 我平常也是对他很好 那他突然哪一天他去跟人家赌博 欠了一些钱 他就差这个钱 能够去还清债务 我没有察觉他欠了赌债 是不是他就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没错 所以会让建设公司 代销公司就特别的要去小心注意这件事情 要不然的话 最厉害的就是让人家窝离房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尤其在这样的金额底下 没错 大家还是要自己小心不要踩线的 对啦 那这目前就是我们得知的平均订阅条例 现在最新更新的状况 那等到后续 在其他的更新内容的话 我们后续再跟大家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